插入什么程序 启动表单 确定 然后 Home.show 就启动起来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 我们的那个Excel里面 当然你可以在 这边增加一个按钮 好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我就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 这这这这这边插入一个 这个然后 一个按钮这个按钮的话呢 就是启动表单 然后这边的话 名称该稍微改一下 比如说叫 就是叫做选项 然后 这边 按下去 表单就出来了 然后 里面 底下有旧的吗 那我就按确定 他会先删掉 然后再重新再跑 有没有马上就可以跑出来了 然后如果 这个产品 别按确定 先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呢 再产生 你看 很流畅 等于是你看 这个全自动的 每天 按下按钮 事情 也许 后面假如说 你要增加一个 列印功能的话 按下去 那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就让他自己去列印吧 你就不用 尤其是资料量大的 像这边有个客户名称 你会发现会跑比较久 他会删掉 你会发现 因为 里面客户 大概有几十个 上百个吧 所以你会发现他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就是因为把 那个 一个 客户 就放一个工作 一个客户 就放 那如果以前你要做这件事情 的话 你可能会瘋掉 因为太多了 那现在的话 交给 Excel VBI 做的话 他全部都自动 帮你做好了 有没有 然后你要产生新的 你再把它 点下去 他就把旧的给删掉 先删掉 再重新开始 删掉就重新开始 这感觉其实还蛮 蛮不错 所以以前 宁可怎么样呢 有一些 固定的 重复的事情 我宁可去思考 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 类似像VBA自动化的 一个小程式 然后呢 以后的话按按钮 问题就解决了 多好 尤其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我一定会去 把它写一个小程式